全民淨灘一起来新北市环保局结合北海岸店家一起推出淨灘合作社 民众只要到沿海店家看到有悬挂浮球的标志 就可以向他们来借用淨灘的工具 方便大家来做环保 而同样拥有9公里美丽海岸线的领口区 蓝品郡区长也到场来齐心响应 相信多数民众到海边游玩 看见沙滩上有垃圾虽然热心想要帮忙捡食 但是往往因为手边没有工具而作罢 或者是发生清理完毕之后 不知道该丢向何处的窘境 民众临所苦恼的问题是否环保局想出配套方法改善 我们在108年的一个统计 大概总共有办了1200多场的淨灘 那其中有9成都是由私人企业所办理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能够跟海滩附近的店家能够合作 那我们把一些相关淨灘的用具 包括我们的铁夹子 包括我们的棉纱手套 还有环境维护带能够托给店家 民众有需要的时候 那可以就直接跟这一些淨灘合作社来进行联系借用 环保局结合北海岸店家一起推出淨灘合作社 民众只要看到悬挂有这个符球的沿海岸店家 就可以向他们借用工具便利大家做环保 尤其林口也拥有9公里美丽的海岸线 区长蓝品俊则表示齐心响应 环保局办理这个淨灘合作社的这个活动 让这个很多愿意配合的商家能够提供工具 让想淨灘的人可以随时就来做这个淨灘的工作 那像林口这边其实有大概有9公里的海岸 有非常漂亮的海景 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加入这个活动 来保护我们美好的一个海边的环境 我们希望淨灘的一个工作 能够变成一个全民的一个活动 因为新北市120几公里的一个海岸线 那除了政府的力量之外 那我们也希望借用全民的一个力量 能够让我们的海滩能够变得更干净更漂亮 提供借用淨灘工具的服务 透过你的双手一起加入环保行列 那么海岸线不受污染才会变得干净又美丽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